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台灣神學院的老師 台灣神學院的教授 歷史學的教授 但是在台大這邊開通識課程 已經是第四年了 已經第四年 我都固定介紹開兩個課 一個是基督教早期的課程 一個是基督教當代的課程 上學期都是古代的基督教歷史 下學期都是當代的基督教歷史 用這兩個課幫助有興趣的同學 對基督教這個宗教他的發展 還有他跟這個世界的互動 有一些理解 那因為我是歷史學訓練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課程 是比較用歷史的方法作為基礎 但是現代歷史學方法 跟很多學科都是交織互用的 所以上課當中也會用很多考古學的資料 考古學發掘的一些資料 還有特別介紹一些宗教社會學的觀念 譬如等一下介紹 我們教科書裡面有一本 就是用這個角度的 所以請大家看一下這個課目表的地方 我在這個課程概述的地方 有首先介紹這個課的目的 主要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課有三個面向 一個就是基督教從一個運動開始 他本身本來是一個運動 一個社會運動 一個宗教運動 後來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制度 一個組織 變成一個宗教體系 那在初代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面對兩個最重要的兩股勢力 一股就是一個政治的力量 就是羅馬帝國 那另外一股是一個文化的力量 就是希臘化的文明 那我們在這個課當中 藉著基督教的發展 他怎麼樣跟古代的這個羅馬帝國 互動 怎麼樣跟希臘古典文明互動 那這三個要素就構成 這個課程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基督教本身不是從無開始的 他是從猶太教發展出來的 他是從猶太宗教 我們如果形容這個猶太宗教 好像是一個樹根 大的樹根 一個樹幹 那基督教是從它上面 再長出來的一個 一棵新的樹這樣子 所以其實如果再把猶太宗教拉進來 那就有四個要素 這個課程就是四個要素 猶太宗教傳統 加上新興的基督教運動 面對古代羅馬帝國 還有希臘古典文明 這個就變成我們這個課程 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但是這個新興的這個基督教運動 很快的就發展 他自己發展出他的思想 他的制度 他的組織 他的觀念 他的態度 對世界的態度 那他其實後來變成一股很強的 一種文明的力量 落實成為一種社會實踐的力量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個課 希望帶著大家來了解的 那在課程目標第二小點 我有簡單提到 我們上課主要 我會跟大家藉著講義跟PowerPoint 跟大家講課 我們也有固定的閱讀進度 希望大家能夠來跟著做一些閱讀 那主要是以兩本常考書為主 但是另外有一些輔助的資料 我們盡可能可以的就會印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來看 那另外有一些相關的輔助課程 會跟其中作業的那個心得報告有關 我等一下會再說明 所以我們希望上這個課 大家也可以閱讀一點 基本的歷史文獻 另外我們會放一些影片 主要比較是這種歷史性的影片 特別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這個BBC BBC在三年前有做了一系列的一個影片 非常的好 介紹基督教的發展 我們也會借用那個部分裡面有兩個到三個影片 那還有就是Discovery 這個Discovery 他也有一系列關於這個羅馬帝國 希臘文明發展的這些影片 我們上課會借用影片 也幫助大家了解 那希望大家上課之後 藉著這個小組討論的時候 可以把想要更瞭解更多的在小組當中 跟助教跟同學互相討論 那這個目的是希望讓大家把所學跟我們的生活經驗 做一些對話跟連結 我們這學期也有一個設計 就是有一次的校外教學 那就是一次而已 我們希望排好時間 把同學分成五組 去參觀不同的宗教的他們的聚會的場所 像猶太教的會堂 伊斯蘭教清真寺 台灣以前沒有東正教 這十年有一個新的東正教的教會 所以可以去參觀 還有天主教 基督教 總共五個 那所以大概這是我們這個課的基本的架構 簡單跟大家說明 那課程的內容我就不詳細說了 就是在下面我們按照日期 每一週有不同的進度 閱讀的進度還有主題 這個部分我們是沿著時間的走發展 從猶太教開始介紹起 介紹耶穌運動 然後介紹基督教跟猶太教的關係 然後他怎麼跟羅馬帝國互動 怎麼樣跟希臘文化互動 然後自己如何開始發展出 自己的不同的面向 兩性的議題 組織的議題 階級屬性的議題等等 那這個主題式的部分到後面會比較明顯 前面比較是時間軸的 然後後面就變成主題式的 那這個大家我們上課的時候 慢慢就會進入這個不同的主題 那這個部分我就不詳細介紹 請看到第四頁 我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教科書 我們主要有兩本教科書 那兩本教科書在你們的意願調查表裡面 也希望你們能夠選 至少選買一本 可以作為上課閱讀用 還有寫信德報告用 那兩本要一起買最好 因為兩本的觀點又不太一樣這樣子 那稍微介紹一下 第一本是宗教社會學的一個學者 寫的一本非常不錯的書 《基督教的興起》 一個社會學家對歷史的再師 那這本書當然很可惜 它只有簡體版的 如果簡體的閱讀還不夠強的人 說不定可以藉機會練習一下 這本書是一本還不錯的書 它用宗教社會學的角度 來分析一個基督宗教發展的過程 那就是比較不是從一種宗教的觀點在看 那這本書比較厚一點 內容也比較深一點 因為它用一個社會學分析的觀點 有一些社會學的理論會用在裡面 那第二本書比較薄一點也比較簡單一點 它是一本導論的書 一本入門書 是哈佛大學退休教授 哈比克斯寫的 《基督宗教》 那這本書本來就是寫給一般讀者的 一本導論的書 所以非常好讀 非常好讀 如果認真讀 可能一兩天就把它看完了 但是這本書寫得也很好 對完全對基督教沒有概念的人 它其實是一本入門書 可以讓這個完全沒有概念的 對基督教沒有概念的人 很容易就可以大概掌握到 基督教的簡單的歷史 它的組織架構 它的精神所在 它的特質是什麼 那我很快的跟大家來介紹一些方法論 一些研究的觀點 基督教的它的特質 讓大家有一點點的概念 一開始我提到研究歷史的目的 這個大家其實應該都很有概念 只不過我們用另外學者的觀點 幫助大家再做一個思考 這位學者Bosma 他是加州大學的歷史教授 非常資深的一位歷史學的教授 他寫了一本書 書名就非常有趣 就是可用的過去 A usable past 我們過去的歷史 過去的這種經驗是可以用的 他覺得歷史就是一個透視過去的名窗 如果重視歷史的人 他就好像可以透視過去 讓他對現在跟未來有一種的把握 那所以他藉用幾個過去的學者的觀念 提出這個很重要的一個主張 他說歷史是公共財 歷史是一種公共財 就好像水電一樣 我們的電水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歷史應該變成是一種公共財 如果歷史真的成為公共財的時候 他主張他就可以成為 轉化社會的一種助力 這個觀念我自己非常認同 我們過去在台灣這個島國上面 我們發現這個對歷史感的缺乏 歷史感的缺乏 很容易讓人活在當下 但是如果有一種歷史感的 一種公共記憶 帶入到我們思考裡面的時候 看事情會不一樣 看事情會不一樣 這是Bosma 他的那本很有趣的一本論文集 那在這本書裡面 他引用哥德跟尼采的觀點 他說歷史不應該是少數專家的所有品 歷史學者不應該是少數的這種精英 應該是所有的人 社會大眾都應該有一種歷史感 有一種對歷史的興趣 甚至會用歷史 會使用歷史 那歷史就能夠為社會大眾 提供一種思考的觀點 我們等一下會再來談這個觀點 這個字 然後他會指引價值 會讓人家知道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有價值的 什麼是高尚的 什麼是向上提升的力量 這個歷史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尼采也說在任何時代 文化或國家裡 歷史應該跟這個人跟這個國家 有一種很自然的關係 這種關係會甚至藉著歷史 讓國家走向一個對的方向 這種觀點都非常有意識 在提醒我們重視歷史的目的 那我剛提到觀點 觀點其實是一個我們常用的字 可是這個字非常有意思 它其實是很快就可以帶出歷史的功用 perspective 這個字 這個觀點 這個字 其實是由兩個拉丁文字跟合起來的 per 是透過或通過的意思 那specker 拉丁文specker 是看 那我們知道這個字後來就用很多 發展成很多的字 眼鏡也是從這個字來的 spectacles 那所以這兩個字觀點 perspective 它是從看透 這兩個字合起來的 一個有觀點的人他能夠看透 他不會只有看到表面 事情在發生 今天發生一件社會事件 發生一件事情 為什麼有的人就可以看到 這個事情背後更深的一個深層的意義 這就是歷史的觀點使然 一種看透 看透 那為什麼能夠看透 很簡單 其實就是因為懂歷史的人 你就知道過去曾經發生過類似的模式 類似的一種互動的一種模式 從過去的歷史的知識可以讓人 看到今天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可以深入到事情背後來龍去脈 他的這種因果關係 更深的去看到事件背後權力的結構 為什麼有人的這種人性的軟弱 在這裡面發生 所以這種觀點可以讓一個人 產生一種歷史的智慧 比別人更深看到事情的真相 這個我想是研究歷史 我覺得對我們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那英國哲學家羅伯克里 舉了一個例子說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注重歷史的記憶 也要常常去重塑歷史 歷史如果知道了 被留下來 被保存下來了 歷史故事被保存下來 要常常去講 講這個歷史 才能夠讓這個歷史的記憶 跟這個智慧觀點留給後人 那他講了一句很有趣的一個例子 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他說如果在一個沒有人曾經去過的森林 根本就是一個荒島上面 沒有人 根本沒有人在那裡住 那裡面那個島上面有一棵樹倒了下來 可是都沒有人聽到那棵樹倒下來 換句話說沒有人去記憶 記述它去保存這件事情的記憶 那他說就歷史記憶的角度來講 這棵樹倒下可曾發出聲音 那他的言下之意他其實是在說 那到底有沒有發生過這件歷史 這件歷史如果沒有被人記下來 就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那歷史記憶跟保存的重要性 我想我們今天要感謝過去 無數的歷史家 歷史研究者 留下很多的故事 留下很多的記錄 讓我們今天能夠從裡面來學習智慧 這是羅伯克里 他是進院哲學家 所以研究歷史很重要 就是回到歷史現場 回到歷史現場 那我這邊要舉一本書 一個故事來作為例子 說回到歷史現場是什麼意思 那這是我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的一位老師 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歷史學家 Nathalie Davis 他寫非常多的書 但是他寫的這一本最有趣的一本書 一開始是用法文寫的 那在法國出版 在法國出版以後 後來被法國的影劇界 把他拍成電影 那個電影得到歐洲的歷史獎 後來這個故事太有趣了 美國的影劇界又給他改了那個歷史場景 本來是發生在法國的事情 他把他改寫成為發生在美國 又拍成一個同樣情節的電影 那這個說不定 第一個法國片可能很少人看過 但第二個這個美國片 可能有的人曾經看過 1993年拍的影片 Sommersby 台灣翻作男兒本社 這是法國片 這個軍事返鄉記 這是這個美國片 美國片Sommersby 那這個故事非常有意思 這故事原名叫做馬丁回來了 他寫軍事返鄉記是 那他其實原來的書的名字就是 馬丁回來了 那這個故事 我很簡單的介紹他的情節 就這個人叫做馬丁的人 他是一個平凡的 法國農村裡面的一個農夫 那他在 他已經娶了太太 生了孩子 就在那個農村裡面工作 有一天他就不見了 他離家出走了 不見了 那大家等幾年 過了幾年以後 幾乎就放棄他會再回來的可能 沒想到 到了這個十年左右 他突然回來了 突然回來了 所以這個主題叫做馬丁回來了 回來以後這個人變得有點不太一樣 比較開朗了 回來以後怎樣 他會馬上跟大家能夠重新建立關係 他可以認出他的朋友 跟人家講過去兒時的經驗 然後所以沒有多久 他的村裡的村民 他的家庭也都重新接納了他 結果不久幾年後事情開始發生 有人開始質疑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馬丁 那也有人從別村子有人來告 告他說他是一個騙子這樣子 騙過別人的財務這樣子 那這事情就越來越戲劇性 到最後有人就來告他說 他是偽裝的馬丁這樣子 結果這個事情在地方法院審判 結果他的妻子 他的兄弟 家人 還有他的村裡的鄰居 大家都出來替他做見證 說他是真的馬丁 他是真的馬丁 他不是那個騙子這樣子 結果後來在地方法院他勝訴 結果告他的人又告到高等法院 所以就要到李洋 法國的李洋的高等法院去審判 我現在講這個你就知道這是有真實故事 背後是有真實故事做背景的 結果很有趣最戲劇性的 就是在高等法院開庭的時候 兩邊一直在交互在那邊質問 那些檢察官律師在交互質問的時候 真的馬丁出現了 真的馬丁出現 在那個法庭裡面出現 非常戲劇性 就現身這樣子 那原來真相就大白了 這個舊的馬丁其實是一個不愛家的人 喜歡出去冒險 所以他離開家去當兵 參加戰爭受了傷 然後也不想回來 沒想到在戰爭當中他一個最好的同袍 每天在一起睡覺 一起經歷那個戰爭的苦難 結果他沒事就把他家裡 所有故事都講給他聽 那這個朋友心裡就在想說 有這麼好的家 他不要 那我來好了 我來好了 所以他就冒充他回到這個家 然後也被接納了 而且比以前表現更好 可以這樣說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這個故事 結果是悲劇收場 那當作在宗教法庭 還有在民事法庭 都判這個馬丁是 這個偽裝馬丁的人是犯罪 他被燒死在火柱上 被燒死在火柱上 那這個影片後來 我的這個老師把他拍成電影 非常有意思就是 那我為什麼要舉這個故事做歷史 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個文學作品 拍成電影 但它是一個非常 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 藉著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可以 你看過這個電影之後 你會發現 你其實是回到歷史的場景裡面去了解 你會發現說 十三世紀 十四世紀那時候的 法國村裡面的人 跟我們今天現代人 也有很相像的地方 人性有非常相通的地方 雖然歷史場景不同 社會脈絡不同 人性在歷史的考驗當中 人性的特質很多地方是很相像的 那我在這個提到這個地方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去尋找更深層的歷史意義 藉著去閱讀另外一個歷史場景的故事 我們開始去想一些事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 馬丁會做這個決定 他的朋友會做這個決定 甚至後來會問 他的家人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 為什麼要替他背書 這影片最有趣的是結局的時候 那個宗教審判官 一個非常威嚴的一個老人 他是一個宗教法官 他就跟他的太太兩個人 在那個火刑場的旁邊在那邊聊天 這宗教審判官就問這個太太 說你一開始就知道對不對 你一開始就知道對不對 一直問他說 其實你應該最認得出來 這個人是真的是假的 你一開始就知道對不對 那他太太遲疑了很久 後來就點頭 點頭說是這樣 然後他就問他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替他背書 要替他掩護 這個很有趣 這個太太最後的答案就是說 他比較好的樣子 他比較好 比我以前的丈夫好這樣子 比我以前的丈夫好 他愛家照顧孩子愛孩子 他負責任 他把我們照顧得非常好這樣子 所以這個故事有一點點在倫理上 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有點挑戰性的一個故事 但是我們藉著這樣一個故事 回到歷史場景 其實很深刻的回到人的生活當中 一個群體的生活當中 我這邊提到說 你可以從這個故事 讀到一個那個時候的一個 離我們很遠的一個文化 一個歷史場景裡面的人 他們的心境 他們的盼望 他們的感受 他們那種很現實取向的生活態度 其實跟我們現代人也 對照起來也很多可以對照的地方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讓我們去想 研究歷史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們藉著對過去的歷史場景的理解 幫助我們對今天也能夠有一些反思 那這個書裡面非常有趣的是 他用非常多非傳統的歷史資料 他其實這個故事在法國的農民 農村裡面非常出名 他們早就拍成那種通俗戲劇 常常在上演 那我的這個老師 又去把那個法庭審判紀錄挖掘出來 所以藉著這些東西 寫出一本非常精彩的一本歷史作品 那這位Nathalie Davis 中間就是這個老師 我上課的時候還會介紹 他寫了其他的作品 他還研究這個奴隸的制度 奴隸在人類歷史當中 這個奴隸制度對人的衝擊跟影響 這本書也是一本很精彩的書 《奴隸電影歷史》 藉著電影裡面在描述的這個奴隸制度 然後才探討人性跟奴隸制度的關係 那在基督教歷史當中 奴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不管是在古代是當代都一樣 過去基督教歷史跟奴隸的貿易 奴隸制度是糾葛在一起的 我們上課的時候會再討論這樣的題目 所以研究歷史我們簡單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避免化約主義 我們在座很多同學可能是讀理工的 讀不同的學科 有時候化約是必要的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是物理學的例子 物理學會想要化約 找到那個最精簡的原理 找到那個最簡單的法則 最好能夠找到越能夠 普遍化的法則越好 這是一種化約 但是研究宗教研究歷史不能這樣子 這個我想是我們有這個機會 上這個課大家一起來探討 宗教的問題是很複雜的 基督教的歷史也是很複雜的 人性的問題也是很複雜的 所以研究歷史是complex 是complex 是錯綜複雜的 這complexity 複雜性本身 就是最特別的地方 我們去了解那個歷史的複雜性 人性的複雜性 人在這個生命當中面對挑戰 那個複雜性 所以它有色度 有色度 不是黑白的 不是善惡分明 黑白分明的 所有宗教跟人文的發展都是一樣 在那種多元錯綜複雜當中 在尋找意義 尋找意義 那另外一個我介紹一下 宗教社會學的幫助 宗教社會學其實是也是很有意思的 宗教社會學讓我們可以看到 特別研究宗教或研究人文的問題的時候 社會學讓我們看到一些表面看不到的東西 那我特別這邊介紹一本書 是美國當代最有名的一位宗教社會學家 Robert Bella 那他寫了好幾本書 但是對後代影響最深的其實是這一本 心的習性 心的習性 那這個Heart 我們在講心 宗教跟這個就有很大的關係 宗教是心靈 關於心靈的 可是心靈也是很複雜的 心靈也是很複雜的 心也是很複雜的 這個美國的高中生有一本必讀的教科書 是一個80年前一位22歲的女孩子 寫的一本小說 那個書名叫做心是寂寞的獵人 心是寂寞的獵人 我們台灣最近翻譯成有把它翻譯成中文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心是一個寂寞的獵人 這個心好像安靜不下來 他會孤獨會寂寞 他一直在尋找好像獵人一樣 那Bella他這本書很有趣 是說心有一個習性 心也有習慣的 人的心有習慣的 所以這個心會怎麼運作 會受到社會文化的衝擊影響 活在這個不同時代的人 心的習性就不一樣 那今天這個時代更複雜了 人的心所面對的社會文化的制約 影響更大 那Bella很有趣 她提到說像在美國來講 宗教扮演過去大家的印象 宗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美國人是基督教立國的 想到美國人就想到 美國人是很宗教性的 就想到說他們這個傳統的基督教家庭 大家都會去做禮拜 會去聚會 那每次總統選舉的時候 我們看這個右邊的相片 每次總統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在看 那個總統有沒有去做禮拜這樣子 候選人一定要去找一間禮拜堂 表現出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這是一個大家印象 刻板印象當中的 美國的基督教是這個樣子 可是Bella發現不是這樣子 已經變了 變了 他在這本書裡面 他就研究了幾千個 美國的一般大眾的人民 他去用口頭這個訪談 訪問男男女女虛虛多多的人 結果發現 美國人的新的習性已經變了 不知不覺當中改變了 因為社會的物質化的影響 世俗化的影響 個人主義的影響 在不知不覺當中 幾十年當中 整個宗教的心態 已經有非常大的改變 那他研究當中 他發現有一位女性 名字叫做希拉 希拉拉森 他後來把這個人的名字 變成一個專有名詞 他把他叫做希拉ism 希拉主義 希拉主義 那意思說這個女性 很可以代表一般美國 平凡大眾的心理 你們如果去查牛津字典 現在這個字已經在牛津字典裡面 希拉之 變成一個新的社會學的用 這個希拉代表一種極端的 個人主義的宗教心態 意思說宗教變成是一種 私人化的東西 在希拉身上很清楚看到 那我這邊舉一點點例子就知道了 貝拉他問希拉 你相不相信上帝 他說我信 我信上帝 你會不會認為自己也是一個基督徒 是一個信仰上帝的人 希拉說是這樣子 可是接下去再問下去 就發現很有趣了 她是一個完全活在新的時代的 新的習性裡面的女性了 她自己說我信上帝 但我不是宗教狂 我已經不記得我上一次去 教會是什麼時候了 換句話說她從來不去教會的 不去教會的 然後就問她說 好 那你都沒有去教會 你怎麼知道你是信上帝的呢 你怎麼知道上帝對你有什麼特別的心意呢 上帝到底要你做什麼你知道嗎 希拉的回答說 上帝就是我內心的聲音 我心裡面總會有一個微小的聲音 我要做決定的時候 我人生要做很多抉擇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小小聲音會告訴我 怎麼做這樣子 那後來講到最後請她做結論 她還講得很簡單 她說我覺得上帝就是要 大家對自己好一點 愛自己多一點這樣子 就是上帝對每一個人的心意這樣子 那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你說在一個個人身上 有這種的想法 其實它又很普遍的存在在美國的社會裡面 這個研究是80年代做的 1980年代做的研究 那今天在美國傳統社會 特別是白人的社會裡面 我想這種走向極端個人主義 走向比較隱私化的現象可能更嚴重 但另一方面宗教又有新的變化 我們知道這20年來 這個靈根運動的影響 在很多地方又有新的宗教熱潮 所以宗教的變化其實是隨著 時代的社會文化制約影響 所以這個我想我們介紹 宗教社會學的方法論 對我們也有一些幫助 那所以我們的教科書有這本書 《基督教的興起 社會學的觀點》 這本書他用了這個方法 可能對我們 有一些如果是傳統用 我們在座如果有是基督教的信徒 或者是過去習慣用一種宗教觀點 看事情的人 可能這個社會學觀點 會有某一種挑戰性 但另一方面他會給我們一種 新的眼光來看 看宗教跟現代社會的互動關係 那另外一名 一個非常有名的德國學者 因為他最近他的書有翻譯 所以我順便跟大家介紹 這是一本小說 那個加利利人的影子 這本小說非常有意思 他這本書裡面 都沒有提到耶穌的名字 但是這本書其實在講耶穌這樣子 所以他用影子這個概念 但這本書在描寫 耶穌出生在一個加利利的 那個時代背景裡面 社會文化的變化 那這個我們再來一兩個禮拜當中 介紹耶穌運動 會再跟大家提到這一部分 那換句話說 我們做一點小小的結論 這個研究基督教歷史 到底為了是可以幫助 我們今天這個現代人了解什麼 我們這個課的目的也 應該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基督教的歷史發展 跟西方的思想史文明史 其實是緊密交織互動的 那我們如果認識 基督教的歷史發展 不但可以理解一個 世界主要宗教的思想跟體系 今天世界有世界大宗教 基督教 伊斯蘭教 佛教 道教 儒教 還有印度教 非常多的世界的大宗教 基督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因為他在西方發展 所以他跟西方的歷史文化 有很緊密的關係 那我們上這個課 不只是理解一個世界性的宗教的發展 更可以了解到 他跟西方文明發展中間的深厚關係 西方的政治 社會 哲學 文化 藝術 科學等等 都跟這個基督教發展有關 基督教本身不是單一的 基督教本身不是單一的 我在給大家講義的第一大段 開始介紹到它的特質 它是多元的 基督教一開始就是多元 它從來不是一個單一的一個運動 單一的一個傳統 像這個兩位學者 我這邊介紹一個是Andrew Wals 另外一位是這個Camero 兩個都是英國跟蘇格蘭的學者 在他們的書裡面都提到 基督教從一開始它就是多元的 它在非洲北部 在小亞西亞 在歐洲 不同的地區 發展出來的基督教傳統都不一樣 埃及的基督教跟小亞西亞的基督教 跟歐洲 希臘 羅馬的基督教 各有不同的發展 他們的信仰形態 對宗教儀式的看法等等都不一樣 那為什麼會有多元性呢 我們簡單提一下就是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社會文化情境的差異性 那另外一個是基督教團體內部的張力 在外面來講 你在埃及發展的基督教 自然會受到埃及傳統文化的影響 這就是所謂本色化的問題 基督教在小亞西亞發展 會受到小亞西亞的文化的影響 在希臘發展會受到 希臘的思想哲學的影響 這是社會文化情境的差異 第二個是基督教團體本身內部也有張力 他本來就不是單一的 同樣一個信仰團體 宗教團體 裡面的人觀念想法會不一樣 那等等這些原因 我們會看到他就促成了 基督教的一個多元性的發展 隨著這個時代 隨著不同的社會處境會有變化的 那最明顯的例子其實是時間性的概念 那未來讓大家了解這個多元性的特質 我給大家看一些相片 這是我大概五六年前 有一次去印度開會的 自己拍的一些相片 那很有趣就是 我們可能等一下看他的那個建築 還有他裡面的這些宗教的領導者 他們的那種形式 其實跟我們傳統印象中的 基督教又不太一樣 那其實只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說其實基督教可能是因 可能我們不一定有機會接觸到的原因 但他其實是非常多元的 非常多元性的 那我去的這個開會的地方 是在印度西南邊 Kochin這個地方 那Kochin其實是一個非常老的城市 那基督教據傳統說 在第二世紀的時候就已經傳到這個地方 那在那之前 那裡原來就是一個猶太人聚集的地方 那我們上課之後會介紹 基督教的傳播 是隨著猶太人的這個社群發展的 那這是我們去開會的 這大部分都是在地的人 那你可以看到 他就反映不同的教會傳統 我們有一次開會的時候 這個有東正教的 有敘利亞教派的 那也有這個從埃及傳過來的教會 他們這個基督教的領導者 所穿的服裝都不太一樣 那這是一個敘利亞教派的基督教 那他們在領聖餐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他們用很多圖像 那個後面有非常多的圖像 然後領聖餐的時候 婦女都跪著領 然後領完聖餐他還要喝水 還有喝水 所以這個形式上跟一般西方的 基督教又不太一樣 這個是叫做 Jacobite Syrian Church 是雅各派的敘利亞教會 那你們可能有在注意現在 目前最大的國際新聞 敘利亞現在是國際焦點 那你很難想像敘利亞原來是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重鎮 非常重要的重鎮 最多聖經翻譯的那個譯本 其實最早都是敘利亞文的譯本 所以敘利亞曾經是一個基督教的重鎮 但是今天到敘利亞去 99%都是伊斯蘭教徒 伊斯蘭的一個 變成是一個伊斯蘭的社會了 你可以想像那個時候的教會 那看看這個教會的教堂的建築 非常東方式的 他們的教堂 其實蠻漂亮的 只是跟我們印象中的不太一樣 他們的social hall 就是他們的教室 在團契在生活 在聚會的地方 那這個是古蹟 這個古蹟已經一千兩百多年了 所以 那他們在上兒童的主日學 所以你可以看到印度的小孩 然後我們去開會 有一天他們在舉行婚禮 舉行婚禮 那個很有趣 看起來就很像那個 台灣一般的那種 那種傳統宗教的背景 只是背後你可以看到 上面是耶穌的像跟瑪利亞的像 這是一個基督教的婚禮 另外一間教堂 這是他們的神職人員的穿的衣服 這個是敘利亞的東正教 算是正統教會的 那他們的 這個順便講到這裡 順便談一下多元性 就牽涉到說 我們印象中天主教的神職人員 是不可以結婚的 要守獨生的 天主教的神父 那基督教的是可以結婚的 那東正教剛好很有趣 東正教夾在中間 東正要夾在中間 夾在中間是什麼意思 他們慢慢的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 發展出一個制度就是 如果你要成為高級的神職人員 就是地位比較高的 你就不可以結婚 那換句話說 你看這一群年輕的 這些人都二十幾歲而已 他們會面對一個掙扎 對不對 他們如果將來要爬高一點 他怎樣 他就不可以結婚這樣子 他如果想要結婚 他就是只能做終極的神職人員這樣子 所以這個意思說不能當主教 大主教這種 所以這是很有趣的一個 看到他們的 你可以想像這個多元性 基督教婚姻 那個儀式 服裝 都是很多元的 那我們去一個 算是當地的一位領袖的一個家裡 他們把我們當上兵款待這樣 鋪地毯 鋪白色的布 給我們掛那個領巾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經驗 就是我第一次去接觸到一個 一個不一樣的基督教的傳統 所以給大家看幾張相片 主要是用來給大家想一下說 這個基督教一開始就是很多元的 那為什麼今天在印度這個地方 在敘利亞的地方 基督教會發展出不同的形式 就是剛剛講的一個是歷史背景 社會文化處境的差異性 就長久以來就發展出不同的 那我在給大家的講義裡面 有另外提到時間上發展的多元性 那這就牽涉到一點比較複雜 我們很快帶過就好 這是一種認識論的問題 是哲學性的問題 哲學性的問題 就是說基督教其實要發展出 他的一套哲學系統 他的宗教的教義 他必須借用在地的文化的一種的認識 認識體系 哲學上叫做認識論 那今天也有人把他叫做世界觀 你怎麼去看這個世界 到底物質是 物質的東西是真的是假的 心靈才是真的 物質是假的 然後是柏拉圖的思想 物質是不可靠的 心靈才是可靠的 你用柏拉圖的觀點去詮釋基督教 你馬上就發展出一種 心物惡元論的基督教觀點 但是如果你接受的是 亞里斯多德的認識論 他會告訴你心靈是真實的 物質也是真實的 那物質的經驗可以通向心靈的經驗 所以這個叫做認識論的改變 世界觀的改變 那基督教你可以看到他 歷經兩千年 他經歷很多不同的世界觀 不同的那種後面的那種 哲學思想的影響 早期受 為什麼早期的基督教 那麼容易就發展出 而且那麼重視這種禁慾主義 為什麼後來修道院那麼盛行 這就是受到柏拉圖思想的影響 那這個也是我們前面講到的 一種新的習性的問題 那整個受到時代精神的 時代精神跟氛圍的影響 對宗教的觀點會有不同 那所以我借用這個澳洲一位學者 這個歐摩羅教授他提出來的 他說基督教總共大概整理起來 至少有受到這八個主要的 哲學體系的影響 我們沒有要去介紹這些東西 只是讓大家看一下 那最重要的兩個 就是希臘文化裡面的兩個大師 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 這兩個人影響了基督教一千五百年 一千五百年 早期是柏拉圖影響最大 再來是亞里斯多德 那到近代就很多了 近代我們看到18世紀以後 康德 黑格爾 馬克思 你不要想說馬克思跟基督教 好像沒什麼連結 馬克思對基督教影響也很大 這個特別南方的基督教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基督教 他們受馬克思思想影響 對這種基督教的一種改變社會的 改變世界的觀念受到馬克思的影響 那存在主義 或是我們翻作實存主義 那影響更大了 近代的基督教 其實受最大影響是存在主義 一種實存主義的觀念 詮釋學等等 我這邊讓大家了解 基督教他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 他是一個不斷在歷史發展當中 受到當代的思維影響 他一直在重新詮釋他自己的信仰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論點 這是我們研究科學的人 可能就比較熟了 Thomas Kuhn他寫了一本科學史的研究 他提出了這個哥白尼 哥白尼的這個革命的概念 科學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改變 是哥白尼帶來的 從地球中心說 改為太陽中心說 那所以Thomas Kuhn 就借用這種科學的觀念 會在每一個時代 會找到新的一個觀點 來詮釋這個世界 他把它叫做泛型轉換的概念 藉由哥白尼的這個概念 把它稱作泛型轉換的概念 那這種泛型轉換其實一直在發生 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柏拉圖是一個泛型 後來亞里斯多德另外一個泛型 當代的哲學受到康德的影響 又是一個新的泛型 所以天主教一位 天主教神學家Hans Kuhn 他就用這個概念 把基督教歷史解釋說 把它詮釋說有六個泛型 六個泛型 那跟我們這個課程比較有關的是 前面兩個 那差不多要進入到第三個 就初代基督教的時候的泛型 他把它叫做中末天啟泛型 為什麼 因為初代的基督教還活在一種 好像說希望這個世界趕快結束 中末趕快來的這種觀念裡面 那到第二個階段 這基督教的這些教父時期 他們就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 開始把基督教希臘化 那到中世紀的時候 天主教發展國家跟宗教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課程大概就介紹到那個地方 那後面近代的發展 我們知道有宗教改革 有啟蒙運動 今天基督教面對一個最大的發展現象 就是普世的運動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觀點 讓大家看到基督教在同一個時代 社會文化不同會有多元 時間的發展也會有多元 這是Hans Kuhn 剛剛介紹的這位天主教思想家 那我最後用四個圖像 來介紹基督教的發展 有一位歷史家用這四個圖像 用四句很簡單的話 很容易讓大家記起來 兩千年的基督教主要有四個時期 初代的時期 中世紀的時期 宗教改革時期 還有現代這樣子 那他用四句很有趣的 我們說很簡要 又很生動的圖像來描寫基督教發展 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概念 第一個時期就是 我們這個課程主要的時期 就是初代的基督教時期 當時候基督教是面對羅馬帝國的迫害 但沒有想到 羅馬帝國在迫害基督教的過程當中 到最後卻是基督教勝出 而且基督教在不久 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所以這個階段用一句話 把它描寫說教會征服了帝國 The church conquers the empire 教會本來是被壓迫的 卻勝過了帝國 沒有想到到了第二個階段 就是中世紀 中世紀基督教變成是最大的一個 我們說一個最大的集團也可以 他擁有權力 擁有財富 擁有土地 是整個歐洲最重要的一個體系 那也是他最黑暗的時代 就是他開始腐化 所以中世紀有人把他說 The church becomes an empire 教會自己變成了帝國 教會自己變成了帝國 那這是我們看到中世紀 一個基督教的發展 那到了16世紀宗教改革的時候 因為教會本身的腐化 帶來教會內部的宗教改革 那這已經不是我們這個學期的課程 但是我們把這個整個歷史 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時期把他稱為 The church shakes the world 這個教會震驚了世界 為什麼 因為教會自己做自我改革 非常有名的馬丁路德 起來改革教會 接下來課文改革教會 那教會這個改革進一步影響了世界的改變 可以說這個第三個階段 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 基督教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時候 藉著教會基督教的改革 帶動世界的新的革命 那到了最後近代的階段 剛好相反倒過來 剛剛說是教會震動的世界 那近代世界則是世界震驚的教會 The world shapes the church 我們可以想像18世紀以後 科學文明的發展 現代思想的發展 反而是世界不斷的在衝擊的 教會 衝擊的基督教的發展 所以大概我們可以簡單的可以看到 這個基督教本身是非常有距 他經歷的時代的變化 社會文化多元的變化 所以我們在這個課程當中 希望藉著各種的主題發展 讓大家對基督教有一個簡單的了解 在我們這個課當中 最重要就是要介紹這樣的一個發展 這個我用那個小畫家畫的 所以不是畫得特別好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土壤上面 有一個羅馬帝國社會 對於這個政治的一個實況在那裡 另一方面是希臘化的一個文化 在那個地方 所以基督教這棵樹的發展 其實是在一個羅馬帝國的政治處境 跟希臘文化的文化土壤成長出來的 所以他吸收的養分 吸收的養分是希臘文化 但他面對的挑戰是羅馬帝國 然後他原來是從傳統猶太教發展出來的 我們不要忘了 耶穌是猶太人 耶穌自己也是一個猶太的老師 猶太教師拉比 猶太的宗教領導者 但不久因為他的運動 就開創出了一個新的宗教 那猶太教非常有趣 這個時候也經歷了同樣的一個改革 他從傳統猶太教變成一個拉比猶太教 所以這張圖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同時產生了兩個新的宗教傳統 一個是猶太教 一個是基督教 有人就稱說這是雙生子 卵生子 有基督教跟猶太教 那他們中間就愛恨情仇 這種很糾葛的關係 我們將來上課會介紹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 給大家一個簡單概念 這個課程主要的一個架構是這樣子 舉個祝福的師父 來自言 我們對天餐太教會 在那里面 成功的配件 在家人之後 我們是以後 可以節欠了一種 我們不 ض march的 何要不要臨 可以 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